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怎麼了 話說 今天是 是你真的變漂亮 還是我眼睛有問題啊 你眼睛沒有問題 我一直都是這麼帥 而且你沒有注意到 我今天模仿的是一位知名藝人嗎 高凜峰 不是 我知道啦 狼狼嘛 其實狼狼你真的也不用打扮 你就像他啦 不是啦 這個我是台灣狼狼 這個海內外都知道的是 不可能再玩這個了啦 不可能再玩這個 不是 那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要說什麼趙又婷 恐流這一種 我是台灣恐流 這個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事啦 這個也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新的知名藝人 誰 你很賤是沒錯啦 什麼很賤 普寶劍 怎麼了嗎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怎麼好意思啊 不過也是啦 因為喔 國外的東西喔 來到台灣都會走鐘嘛 這 蛤 對啊 不是走鐘 我們有我們的味道 你知道嗎 什麼味道 不是 比如說壽司有沒有 來到我們這邊就變台式壽司 裡面就放了一些比如說肉鬆啊 玉米啊 這個是你在日本可能吃不到的口味嘛 對不對 還有比如說可麗餅有沒有 可麗餅 你看啊 我們台灣是硬硬的嘛 然後裡面會放沒有可麗的照片 也沒有 硬硬的 可是他們在法國是法式軟餅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法國人是軟的 可麗餅 對 所以說呢 你看啊 很多東西來到台灣都改良過了 對 味噌湯也是嘛 我們的味噌湯 他們說他們沒喝過 蛤 味噌湯沒喝過 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真的啊 到底呢 東西一來到了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呢 我們也請到了 靈感創意無限 什麼都來變變變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歡迎三位 歡迎 乾脆妹人滿部委屈沒處數 今天一次說個夠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歡迎 世界各國文化不同 在食衣住行等方面 也會因應當地的風俗民情 而有所改變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要來控訴 他們國家的東西 到台灣怎麼變了掉呢 雖然是知名連鎖店 可能來到台灣 好像味道也是有那麼不一樣 入境水俗一樣 真的有這樣嗎 是其實哪一些東西 就像台灣的牛丼飯 怎樣 跟日本的真的吃起來很不一樣 為什麼剛剛中間需要思考 他自己 有些連鎖的 OK 有些什麼東西 台灣真的是跟你們那邊的東西 不一樣嗎 我覺得小梁哥說的牛丼之外 還有味噌湯 是跟日本完全不一樣嗎 有 不一樣 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個賣滷肉飯的地方 就有賣味噌湯 菜單裡面有看到 台灣也有味噌湯 太好了 就可以吃到加上味 就點了 然後而且很便宜喔 30塊... 這麼便宜的 對 然後可是上菜啦 然後吃了... 喝了一口之後 才發現 這個根本不是日本的感覺 因為日本是 抗地區分味噌的種類 對 比如說關係的話 白色味噌 然後名古屋的話 紅色的味噌 或是... 還有東京的話 混合 那個紅色的白色的都有 那種 是不是自己有一點 搞不太清楚 不是 有啦 有啦 太多了 對 太多了 所以 那時候吃到台灣的味噌湯 好像都不屬於 其中之一個 好像是台灣風格的感覺 都沒有那個... 對... 對 因為裡面還有加... 因為還有加蛋 還有什麼貢丸那種 對... 不好意思 那叫三合一 對... 對 就是三合一 通常都是尬兩面 因為台灣... 台灣用味噌大部分是煮湯 可是其實日本的味噌 使用方向非常多 像關東煮也可以用 名古屋那叫巴丁味噌 有... 然後那個... 在高山市那地方 有個叫做普葉味噌的東西 它是塗在普葉上面 肉放在上面 就直接可以烤肉 當烤肉醬再用 還有那個發酵的時間嘛 也是有發酵的時間 對 因為發酵時間不一樣 所以差別很大 那在台灣大部分都是爆糖的 不好意思... 你現在是兩位日本人 面前耍大刀 沒有... 不敢... 就是交流... 交流... 艾莎沖繩 離我們比較近 應該味道一樣 不一樣 對... 在日本人面前耍大刀 還是要過海了 我覺得台灣的味噌湯 味噌湯比較甜 對 我很喜歡說 因為日本的味噌湯的那個 湯底是用柴魚片 去... 去弄... 熬了 就是原本的味道 最基本的味道 我在想台灣的味噌湯 是不是有放雞精粉 有啊 雞湯粉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偏甜 對 而且很有味噌 特有的那種的那個口... 那個口味 就是味噌放的可能比較少一點點 對 有點大 對 所以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很好喝喔 很好喝 我喜歡 我跟你講這就是愛殺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前面講完之後 後面說但是很好喝喔 對... 小百合不是一路... 小百合就甜耶 學得對啦 學得對好不好 那剛剛說到丼飯怎麼了 丼飯怎麼了 台灣的丼飯呢 就是真的有一些真的很完整 就是真的是跟日本一樣 但是有時候吃到 有一點點做得真的很不一樣 第一... 你們現在講的丼飯是生魚片丼飯還是牛丼 生魚片丼飯 生魚片丼飯 生魚片的那個... 飯 那個白飯呢 很多時候都沒有... 就直接用比較... 就是沒有調味的飯 應該是用醋飯 對 對 對 就是不是基於揚子 不是基於握壽司 所有的生魚片丼飯的飯 應該是用醋飯 對啊 但是有些... 有時候我在台灣吃到的是沒有調味過的 哪一家你給他講出來 這個我不敢 這是哪一家的特色 特色 然後有時候也... 有一次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一次呢 吃到它的飯是... 熱的 但是上面居然是放生魚片 那...我覺得你們剛剛講的也還可以 因為至少你們還是看得懂你們在吃什麼 你還知道這個是扭動啊 這個是壽司 我跟你講 有時候... 特別是美食 美國的食物 在台灣會變到... 你真的... 你怎麼會懷疑是說... 真的變到更好吃了 美國那超難吃 真的 你真的會懷疑你到底是不是 吃你剛剛點的東西 例如說 例如我最喜歡的 水牛雞翅 Buffalo chicken wing Buffalo chicken wing 我跟你講 為什麼叫Buffalo chicken wing呢 就是因為還有Buffalo sauce 水牛醬 水牛醬 這是最重要的 沒有這個水牛醬 就不是Buffalo 那我為什麼 我每一次在台灣點Buffalo chicken 我拿到BBQ雞翅 我拿到蜂蜜醬雞翅 酸辣 酸辣雞翅 也比較偏這個... 這個Buffalo的東西 都是B開頭 你計較什麼 我每一次 很重要 我每一次點這個水牛雞翅 我都在吳賭博耶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你會拿到什麼東西 因為像我們... 你們那個水牛醬 在台灣是甜辣 太甜啦 然後又太濃 然後那個... 那個醬是濃到 比如說你要用衛生紙 擦那個手指對不對 那個衛生紙還會黏在你手上耶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那個水牛醬是 酸辣 對 對 才是標準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呃... 披薩 非常重要 我跟你講 你們... 義大利、法國人都覺得說 你們美國的披薩 都是騙人的 什麼的 現在美國人好意思 在跟我們講披薩 不知道是誰 把那個鳳梨跟火腿 加在上面 然後就說披薩是他們的 那不是加拿大人嗎 是加拿大人 那是加拿大的 OK 加拿大也... 就不用講加拿大嘛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披薩 因為像美國最最正常的披薩 有什麼 可能有那個 披薩 那個魚在上面 披薩 還有豐煉 對 加拿大好嗎 然後 我記得有第一次 我們在那個明傳大學 因為那邊很多的那個 國際學生啦 然後那天我要開會 所以那個...那個老師說 今天你們不用去學餐 我有幫你們訂披薩 結果 我們把那個披薩打開的時候 傻眼耶 這個... 傻眼 為什麼 上面有 金豆 這個上面有 馬鈴薯 泡菜 章魚 怎麼了嗎 真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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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怕就是那種四拼 有沒有 然後 終於講壞了 他剛剛一直在攻擊加拿大披薩 你都裝沒聽到 我跟你講 加拿大發明了全世界的小孩 都喜歡吃的披薩 所以沒有什麼好的那個 抱怨的都可以 真的都好愛吃 對啊 但是我說那個台灣 那個披薩上面的醬料 很喜歡弄甜的 對 而且你知道台灣的店家有個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都很怕給太多的醬 你看 像比如說我們點那個外賣的時候 來的那個 比如說我們要點那個日本料理 然後那個有一種炸雞 不是有一種黃的那個醬嗎 他們就永遠就是 對 就是只有給你大概差不多兩塊的份 然後所以他們就對醬料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很小氣的 但是在披薩 那些都是成本 可是在披薩上面就是 他就會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那種很甜的 什麼美乃滋啊 什麼大堆的 為什麼披薩上面會有美乃滋 你就不要點照燒口味的啊 好可怕 不是 不是 想想我跟你講 那一天 因為我們是國際學院嗎 不好意思 你講照燒口味 兩個日本人就不高興了 是照燒口味 照燒才不是這樣啊 照燒披薩你會吃嗎 可是日本常看到啊 日本的披薩還有放火器啊 好啦 反正我們那一天啦 我日本 吃好了 我們那一天 就是 好 本來是因為我們都是外國人 他本來要給我們吃 那個披薩都是台灣的學生 把它吃光了 我們外國人都跑去學餐 買台灣很便宜的便當耶 嗯 哇 不敢吃耶 所以你就耍脾氣不吃 對 哇塞 好大排耶 人家送你 人家請你吃披薩耶 你請我吃披薩很好啊 問題是我那個披薩我吃不下 反正就是應該是說披薩上面 有一些東西是不應該加的 比如說 玉米 就不應該加 沒有 玉米加披薩上面很吃 冷的東西 不會啊 不一定是冷的 熱的玉米也不要 而且講到這邊 黃大刀又有意見了 黃大刀怎麼了 對 講到這個部分 我要在美國人面前耍一下刀 沒有 不敢 我那時候去紐約的時候 我也吃披薩 因為其實美國的東西都很貴 所以你晚上回到家的時候 你就沒有 不想要花錢去買貴的東西 就會買那個 一塊錢不到99分披薩 他們路邊那種連鎖 那窗口那種99分披薩 隨隨便便一家 都是跟我們台灣那種連鎖 披薩的店 不相上下的好吃程度 而且它每一片都臉這麼大 對 超大一片 重點是我覺得台灣 是注重在料上面 美國的披薩注重在皮裡面 你每一口吃它的皮 都可以吃到那個麵粉香味 小麥的香味在你嘴巴裡面 都蔓延開來 好好吃喔 淋一點那個橄欖油 然後再加一點辣椒 不用什麼料 瑪格麗特披薩 一整顆就吃下去 就是啊 我吃到最好吃的披薩上面 放什麼 你們絕對沒有想過什麼 真的 放貢丸 這一集人家已經在 外國人在說我們台灣人在鬧了 不是啦 你還要加貢丸 真的啦 因為它那個貢丸片是 它切薄薄的一片一片 它只有放貢丸 肉丸 然後那個貢丸的肉汁會 就像火腿的肉汁一樣 好好吃喔 這個是肉丸 那為什麼就直接放那個火腿就好了 那為什麼要用假火腿呢 對 沒有用假火腿 因為就是覺得有多一點的口味啊 因為火腿總是會吃膩吧 貢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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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吃丁OK了吧 沒有 因為每次 我們已經給你台階下了 每次去美國都會覺得 放你的貢丸湯裡面好嗎 那各地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改良口味的披薩有沒有 有啊 有俄羅斯很多 其實壽司我們也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俄羅斯也有壽司 對 就是從日本來的壽司 然後也是在日本家店買的 可是壽司很奇怪 就是夾肉啊 然後有防水餃 夾肉是什麼 夾肉是什麼啊 夾肉就是那個壽司 我們不是用魚 我們是用肉 喔 就是那個像米頭 牛排之類的嗎 對 很奇怪 然後還有加那個 就牛肉豬肉這一種的 對 還有番茄醬 就是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俄羅斯人平常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披薩也有 就是剛才講的是 不要加魚米 我們幾乎每個披薩都加魚米 我的天啊 這是第一 然後第二我們也是一樣放很多肉 就是一肉為主 肉越多越好 我們不喜歡是 餡跟店的東西放一起的 這個很奇怪 我們很喜歡法國的一個很有名的披薩 像Margarita這樣 然後你不要松露 蛤 這太高級了吧 這個台北有賣 這個非常好吃 松露 現在還有很多那種放芝麻葉 跟生火腿的 然後還打一顆生的溫泉蛋 對 很多這種 對 很多這一種 可是我覺得這種就是 你就不要特別說它是哪一個國家來的 就是台灣自創的就好啦 你知道像我一直被台灣誤導非常久 你知道我小時候 就是到九歲才出國 我是出國之後 吃過了一遍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 真正的日本料理 是裡面沒有放肉鬆的 對 日本沒有肉鬆 日本沒有肉鬆 沒有 我以為是我瘋了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我 比如說到加拿大 到哪裡哪裡 都是沒有肉鬆的壽司 怎麼會這樣子 對 俄羅斯的軟鍋糕 就是真正的軟鍋糕 當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的軟鍋糕是乾的 傳統的最真正的軟鍋糕 軟鍋糕是乾的 我在台灣 我發現台灣今天有賣都是傳統的料理 我覺得很開心 我可以買回家吃 我到了這家餐廳 我買了發現了 第一它是白色的 我們本來不是白色的 然後它是濕的 那一間它在那個靠近台北車站附近 但它也是說它是俄羅斯軟糖 它是用俄羅斯軟糖 它是白色的嘛 然後吃起來軟了 可是我覺得它很好吃耶 它是很好吃沒錯 可是真正的東西就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種東西 那妳覺得妳吃了白色的好不好吃 我覺得好吃 可是它不是軟鍋糕 那就OK了 下一位 沒有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講 沒有 因為我有一個習慣對不對 我從小到大就是吃這個東西 我是習慣軟鍋糕是長的這個樣子 它的口味是這個口味 所以我去買的時候 人家跟我說這個軟鍋糕我買的 我來回家吃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他跟我說這是台灣的軟鍋糕 我會說OK 好很好吃 謝謝 因為妳想像的是 在俄羅斯吃的那種味道跟感覺 還是說放久一點它會變黃 而且一定會變更乾 柏林 好 那其實我在芬蘭的時候 最喜歡吃的食物其實是土耳其的食物 它就是KBAB 因為芬蘭的那個土耳其移民者超多的 整個歐洲土耳其人超多的 每一個角落都有那種KBAB店 KBAB KB超好吃 所以還不錯 所以中文好像是旋轉烤肉 就是那種很大的牛肉 然後它在那邊旋轉 然後他們會把它剝 可是它又跟我們的沙威瑪不太一樣 對 又不一樣了這樣 所以我今天就是也要講沙威瑪 我看到台灣的沙威瑪我覺得 沙威瑪耶 可以吃好想念芬蘭的沙威瑪 去那邊的時候我發現 可是沙威瑪不是KBAB啊 沙威瑪就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旋轉烤肉 我看到沙威瑪的時候我就覺得 OK 他們弄在麵包裡面 對 OK 還可以 而且那個麵包 不是麵包嗎 那應該是什麼包 它應該是那種皮塔 皮塔 它是一個很薄的麵包 對 很薄的 圓圓的那種 比較薄 比較硬的 就比較中洞式的 然後他們 那個雞肉他們放的都是很乾 超乾的 那你他們放在裡面 然後他們又加了高麗菜 生的高麗菜 那你看到的時候就 哇 這麼苦 就苦苦的高麗菜 那你吃的時候 然後他們 最無聊的是他們會加美乃滋 對啊 不然不加生的高麗菜 那個芬蘭是加什麼 我覺得他是說整個太乾了 對 他說沒有肉汁 然後再加那個很乾的 就是很生的高麗菜 然後只有一個美乃滋在裡面 然後美乃滋就加一種甜點 好像台灣人超喜歡加美乃滋 美乃滋 所以芬蘭是不放生菜在裡面的嗎 然後我給你們看照片 所以他們放的都是 超嫩的牛肉 對 他們自己在裡面切的 他是牛肉 是牛肉 他是牛還是羊肉 台灣不敢 因為牛肉因為太貴 所以很容易炒 所以很容易炒 然後那個是 是豬肉嗎 嫩嫩的牛肉 台灣人是豬肉 台灣是豬肉 對 因為它要烤很久 然後它要煸得很軟 對 可是台灣好像烤得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他們加了很甜的生菜 然後他們加了辣椒醬 然後他們又加了優格在裡面 所以又辣椒 然後又優格 然後他們又番茄 很像直播的那個 新鮮度 就超級新鮮 你吃的時候你就說 好 怎麼這麼好吃 那在台灣有一個 便宜是很奇怪 對我來說是 科商 法國商 有一次有去7-11 才發現他們有 他們叫波羅科商 說好 趕起來是跟科商一樣 但是不是耶 不是不好吃 覺得還可以 但是不是科商 然後還有其他的地方 像星巴克 是有好幾家 他們也是用科商 然後這是OK 他們的科商OK 但是裡面 就像片生命廁一樣 裡面是放起司 煎餅什麼的 對 你做什麼 你知道嗎 真的 如果要平常平吃的話 你用法國麵包啊 你不要用科商啊 科商是店的東西 你不要店跟鮮的東西 反應器的好吃 那你平常吃可頌是配果醬 對啊 奶油這些 對 本來在法國就是 你去店 點點在麵包店買 買科商 就有原來的科商 還有另外一個是 像加多一點奶油 like a butter croissant 所以會更甜更嫩的 這樣是 然後配咖啡就很好吃 你這個科商 可能裡面有 麵包有起司 你要配你的咖啡這麼一樣 來吧 好奇怪 有吃過嗎 好不好吃 不好吃喔 你有吃過嗎 當然 當然因為有意思 我想這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吃 你如果覺得這樣子 比如說他可頌配什麼 鮪魚啊 配什麼 對 鮪魚 超好吃 你如果覺得這樣子配咖啡不好 你配豆漿啊 我跟你講 對 羊肉到底是不是 真的啊 配豆漿很好吃耶 不不不 還配鹹豆漿怎麼樣 超透透的 OK啊 已經住在台灣 已經住了十年 然後只會了巴西一次 所以我最想念出門巴西的 那個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到台灣 我就看到好多巴西的烤肉店 都已經倒了 所以我到台灣的時候 就沒有機會吃 然後剛剛好前兩年 就是在桃園又開了一家 我就真的從台北回到桃園 就看到那邊就是回家的時候 巴西烤肉店 我真的是跟你們講 超心動的 就直接在門口跟那個老闆講 你們是在巴西烤肉店嗎 真的啊 另外一個老闆也是巴西人 我超開心的 然後立刻是騎摩托車到我家 就是接我媽對不對 跟媽媽講 媽媽終於台灣有巴西烤肉店 但是不相信 我就騎摩托車到門口了 然後到門口呢 我們一開那個門 我不騙人 那個味道喔 是真的很到位 就很想那個巴西的那個 烤肉店的味道 一走下來就很開心 看到好多巴西的國旗啊 然後那個廚房在後面 然後又現在在那邊切肉的樣子 然後那個服務員就來 送個菜單 我們臉就跨了 你知道嗎 巴西的烤肉店 第一個就是沒有菜單 有菜單嗎 好 我們打開一個菜單 Oh my God 每一塊肉都要錢 他們都是用當賣 每一塊肉都要錢 不是很正常 完全不正常 因為全巴西的所有烤肉店 都是吃到飽 對 就是你服一次 就是吃到飽到你爽到不行 然後呢好沒關係 我都已經來了對不對 都想吃 味道很香 好 我就是要看到菜單 其實只有三種 三種四種 我們巴西這個是我剛剛畫了給你們看 我們會把 哇 你這牛畫得好正好耶 你好畫 你好畫 美國的地圖喔 對 有啊 南卡在屁股那邊耶 加拿大在這裡 本身我們巴西的 他腿好長喔 快速畫的吧 不是 而且試一下 為什麼巴西的烤肉店很有特色 我們會把牛的每一部位 就是切得非常非常非常地清楚 所以你們就可以嘗試到 每一個部位的每一個口味 因為每一個口味 跟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每一塊的切法 都是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自己個人 最喜歡吃的牛 就是皮肝癢 它就是這個濕號 嗯 這個是我覺得最好吃 結果我到那個餐廳 其實它什麼都沒有 它只有大概三種 一個什麼菲林牛排啊 還是什麼香腸跟雞腥 好 沒關係 我們先點嘛 我們就開始點 一來那個 你知道嗎 巴西的烤肉都是會把那個 肉放在一根 嗯 然後就是這樣子 慢慢切給你吃 對 就是串成一串這樣嗎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到你的桌邊 然後切給你 是 因為有一些人喜歡吃 台北以前有這樣的店啊 也是吃到飽耶 多久以前的事 還是你以前在那裡當領班是不是 不是 真的有啦 我真的沒吃過 這個應該很久以前吧 有一陣子很紅 跟蒙古烤肉一樣 到處都是這樣 我們在巴西有吃過 台灣的我沒吃過 蛤 台灣的真的就是這樣 不是 巴西的真的就是這樣 他就拿著一根 然後到處問你 對 這是什麼部位啊 一大根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你要他就切給 對 我是跟李鴻章一起吃的 這樣可以了吧 切馬關條約的時候 太久了 我們很喜歡這個切法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要吃 譬如說像我一樣 七分熟 他會先切給你就是七分熟的皮 如果媽媽要吃 譬如說三分熟 他就直接七分熟 越來越生 所以那個肉就是有 從七到三分熟都有 然後各種不同 可以就可以吃 結果媽媽就是沒有這個選擇 就是好餓了 就是香味很好 就是那個味道很好香 可是吃起來完全不一樣 因為每一塊肉的大小跟口感就是 完全擋不到巴西的那個標準 你後來吃完之後 那個人有來問你說 這不好意思 這個對我們 他有問我的評價 我就 我不會很直接跟他講嗎 我說還不錯 我覺得你的沙拉很到位 因為 人家開烤肉的 但沙拉也是你自己調的啊 沙拉飯 因為我們巴西的烤肉店 就像你去吃滷肉飯 你跟人家講說 你的腕群得很好 是吧 很漂亮 剛來台灣的時候啊 就是很多台灣人 就是對 看到外國人的時候 會非常親切 很願意講對方的語言 所以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是很多人都會跟我講日文 他知道的日文就會跟我講 就聊天 但是那個時候 很多人會跟我說 有... 其實這個是 是聽不懂的 我們會聽不懂 蛤 對不對 小白河你... 聽不懂啊 對不對 一開始覺得 這是說什麼 對 頭我聽得懂 頭是頭 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日語的話 就說 頭 然後就是頭硬硬 就是有一點 頭壞掉的意思 笨笨的意思 但是不會講 就是頭 我說 蛤 什麼意思 或是剛開始會聽不懂 那日本人真正會怎麼說呢 是 頭壞 頭壞 頭腦不好 所以以後我們要講 對不對 字聽 頭壞 頭壞 對 頭壞 之類的 但是不會講 就是 這個字本來就沒有的 對 就會聽不懂 那我可以講小郎哥的 頭壞掉 壞掉了 壞掉了 只是說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不是台灣人的問題 我覺得在語言上 是你們日本人害的 是你們日本人害的 我可以講 因為現在 現在台灣人有很多是用英文 而且是用你們給他們的英文 破爛英文 比如說現在 現在你要倒車對不對 你是不是會講 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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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這是巴克 巴克 他說你往後退 往後退 另外一個我原住民的朋友還說 你要穿那個 鼠梨巴 對啊 鼠梨巴 很多啊 還有 它說日語耶 對 就是 還有阿嬤會問說 要吃 胖嗎 胖 對 就是從你們這邊 對啊 怎麼樣 亂用我們的英文 對啊可愛喔 還穿到這邊 然後一直到台灣人 要說台灣人的英文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那個日文 應該其實都是算 台語的外來語 對 台語來 以前的 日本的 日劇時代的時候 印象留下來 日本人外來 是日本人拿的英文 然後再穿給台灣人 對 對 所以這個是你們害的啦 害 對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講 一樣就講英文啦 像 我發現 你們英文的發音很好笑 比如說 簡單來說那個ABCD對不對 那ABC 你們是 你說日本人嗎還是台灣人 對 台灣人 L L F 我跟你講 這個是到那個老師 也用這個標準來教他的小孩 對 然後連你們那個電腦的系統 也是有台灣式的英文 我之前 我經過一個修車的店 然後剛好那個人要看一個 那個電腦上的一個 好像車馬牌還是什麼 他就按 然後那個機器就開始把那些書 他突然唸出來他說 F L C 802 3 G 真的有耶 真的完全是這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更奇怪的是 大家明明都可以講 G 對不對 可是只要講 對 ABCDEF G 為什麼要講G I G 你們已經有G 這個發音耶 對啊 然後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看到有一個朋友 他 他給我看一個老師在教英文 他在教那個小朋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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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在台灣的老師教小朋友的方式 對 我看到一個影片 他在講這個 Ending the屁哥 Wing to the house 對 他就是用這個系統 快速記憶法 呆腦獸嘛 什麼呆腦獸啊 對 對 他說我們要用這個布科 來做這個屁哥 而且我跟你講 台灣人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大家普遍的人 都是這樣講 所以你如果講得太標準 他會怪你說 你知道你在幹什麼 對 我女兒回來 有一次跟我講說 媽咪那個 人家都講Pepa Pig 我說沒有是講Pig 是大家都講Pig 然後我還被人家糾正 我就真的不知道講什麼 像我去 我去那個百貨公司我說 不好意思 你知道哪裡是 Starbucks在哪裡嗎 蛤 你說什麼 你一定要說 Starbucks 他就說 對 要這樣子講 還有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台灣人很愛自創一些英文字 比如說 Sense這個字 其實是在英文上面 我唯一會用到Sense是 Oh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沒道理 你才會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是 你真的很Over 你講Over 到底是誰有 那頭Over是什麼意思啊 還有像台灣人就很喜歡 就是 比如說 Instagram 全世界我們真的沒有人聽到 就沒有聽到別的人會講說 IG 不是 不是IG IG 對 但是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台灣人的英文 算在亞洲滿厲害 你覺得你兩個剛才把台灣人傷害了半個小時 這一次有用嗎 沒有 我就是覺得 你要小心你的武器版老師 然後你要小心你交的日本朋友 你們都知道芬蘭跟美國的聖誕節是非常溫馨的很溫暖的一個節日對不對 那我來到台灣的時候我發現 我發現 台灣一點都不溫馨 美國芬蘭完全沒有交換禮物這個概念 沒有交換禮物嗎 沒有 除非你 我們會選擇一個人 然後你就是會給他一個非常溫馨的一個禮物 例如說 我知道Justin他很喜歡披薩 所以我就買一個一千塊的一個券給他呢 你可以吃到飽的 上面就是放照燒醬跟 一定會退這個 沒有 可是台灣人交換禮物就是隨便買一個一百塊的 我知道你講那個外國人是很流行那個secret center對不對 就是那個 比如說他選一個人 然後他可能送他禮物或是幫他做什麼事情 可是這一個人不知道 小天使 小天使小主人這個東西 我覺得國裡講的我們應該要學習 因為畢竟聖誕老公公是芬蘭人 對啊 可是台灣人他們就是那種交換禮物 就你隨便買五百塊兩百塊的一個禮物 然後要包裝 然後你不知道 然後大家都要從中間選出一個禮物 我有一次選到一個馬桶刷 馬桶刷 聖誕節的時候就最溫馨最快樂的時候 選到馬桶刷 你還好你收到這個 你還是可以用 我的同事男生收到女生的東西這麼化妝的 對 這個常常發生 那你回家的時候你覺得 好開心 台灣女生也是戴法國的貝雷貓 我覺得 貝雷貓 對 這樣很可愛 但是對我們法國來說是 不是這樣戴的 然後也是因為你們台灣女生戴貝雷貓 就變可愛的 然後你們放的是 按下去這樣 對 所以看起來是想哭一樣 很像一個保險套 對 沒有代表 對 小畫家 我的意思是 法國女生太安全 法國的貝雷貓 太安全 她是回憶 在聊什麼 貝雷貓安全的戴上去 這樣子 OK 但是比較優雅 比較classic 因為比較性感一點 到底貝雷貓怎麼戴啊 OK 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 就是不戴啊 正確的示範 男生也有在戴貝雷貓嗎 OK 你們台灣的女生戴那個女生 這樣 對 這樣覺得不好看對不對 這是台灣女生的方法 這樣不好啊 這是一個 不太好 台灣是這樣 沒有 還有很多種戴法 戴歪的 所以就是 我當時覺得她那像一個蘑菇啊 什麼電小二 問題是台灣沒有那麼大的安全帶 Anyway 反而是這個很難看 那應該是 法國是比較像這樣 要這樣子 她的角度差好多 很優雅啊 很優雅啊 她上面太土耶 因為在法國 她叫太土耶 就太土出來了 以前這個貝雷貓 這是很久以前 這是男生而已會戴 軍人在戴的嗎 對 軍人 我們以前在軍隊 也是會戴這樣 然後 以後這女生開始戴 所以女生開始戴 這個貝雷貓 我們覺得也是很滿性感 我覺得戴這好好看 女生戴西裝這樣 像Chanel的西裝這樣 我們覺得這很優雅 很classic的感覺 那到底要戴左邊還右邊啊 都可以啊 還是看個人的 對 但是一定是有一點點便便的 是右邊還是左邊這樣 是 你不要插曲這樣 不要按插曲 她就是戴這樣 Berry帽馬上會感覺是 有法國的感覺 對耶 但是Rubin戴雅花 好幾個小時 戴她的衣服什麼的 對啊 可是會不會是 因為她是外國人的臉孔 如果戴在東方人的臉孔 你試試看吧 我覺得你也會啊 小百合好了 小百合這麼可愛 小百合試試看 她頭上有花啊 是... 不見確是這樣子嗎 她說不能戴這東西 因為妳的... 看看妳的... 妳的頭髮已經偏高了 妮可妳幫她戴一下 可以耶 但是很好看耶 OK 前面一點點 這樣好看啊 很像日雜會出現的東西 她的頭髮已經這裡是 砰砰的 是 不帶車 所以也要蓋住砰砰的 這樣 對 對 對 日雜會出現 滿好的啊 對啊 好像空姐喔 對啊 而且看到她很想跟她買車票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覺得台灣 很多台灣人都誤會這個 和虎的穿法 對 我去參加那個旅長的時候 看到那個日本湯味的那種PG嗎 模特兒 他們都穿那種 那個浴衣 浴衣 可是如果是那個迷你裙啊 已經改200 比較時尚的話就算了 她就... 她都穿那種正式的和服 可是穿法 太苗條 那個身材也太苗條 就是這邊 那什麼 前凸後 後凸 對 我就覺得很傻眼耶 如果在日本這樣子的床帽的話 這個是有點像阿嬤的感覺 就是比較土的印象 阿嬤也前凸後凸 這件... 今天你是你自己穿的嗎 對 自己穿的 可以看... 可以站起來讓我們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只是今天忘帶鞋子 所以就... 可是正確的話 這邊要平 所以如果胸部太大 或是比較大的話 不要... 今天我沒有穿胸膠 然後... 對... 這個好聊嗎 他們穿這個好聊 大家都這樣 這樣子吧 對 真的假的 就是... 和服的話很多時候不會穿 沒有 因為這邊突出來的話 真的是比較不好看的 對 所以就是用毛巾去墊 對... 就是看起來是直直的 對... 你知道那個直線 越直線越好看 所以這邊是要平 然後... 這個背也是很漂亮 人居然小禮物一樣 這邊要平 對... 而且呢 台灣人穿和服的時候 千萬千萬要小心 對... 這個折起來的時候呢 左邊是前面 對... 右邊是裡面 如果這個反過來的話呢 就是... 通常在日本是... 最後一天了啦 對...最後一天 要送...送... 送去去的時候 才會反過來 喔... 所以穿錯的話就是很... 非常不吉利喔 那有的會把那個和服 另外一邊把它拖下來 然後背後刺了一條龍 那個是... 骰骰中的時候 哈哈... 黑道... 好啦... 有時候我覺得想家的時候啊 最主要的這個快速 讓我們想念家鄉 第一就是看自己的家鄉劇嘛 對不對 再來就是吃家鄉味的家鄉菜 耶... 這就對了嘛 但是呢... 剛才他們幫我們鹹得半死嘛 對不對 請問一下你們這些臭老外門 要想家鄉菜的時候 你們去哪裡找 去哪裡找啊 我推薦的是明星咖啡館 明星咖啡館 真的有這家店嗎 有這家店叫Astoria 就是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叫Astoria 然後我推薦的是... 玉洞 我真的很愛吃這家東西的 因為他們的東西很多 有很多選擇 而且很新鮮 而且我覺得都很到底 哪一個啊 因為這家餐廳 它的菜單 很多東西是江方那樣女士推薦的 因為我每一次去那邊吃東西 我都會覺得有就是假香味 因為像這個魚洞 是我媽媽很會做的 而且這個東西是我們有一個沖筒 就是跨年的時候 我們會準備一個 就是很大很大一個核那個魚洞 很大一核魚洞 然後跨年的時候大家一起吃 就是因為我去年我沒有回去俄羅斯 所以我特意跑去這家餐廳 我先在那邊吃 然後再買外帶 送回家 帶回家吃 然後我跨年就是有這個 家香味的感覺 就想到我爸爸媽媽 這家店其實好像歷史蠻悠久 還蠻多人去過的 是 林淮明先生啊 而且這家店其實比你還要大耶 你說這個歷史相當的悠久 歷史歷史 對啊 林淮明先生嘛 然後還有這個詩人周夢迪的愛店 這端在西門町那附近 明星 對 明星咖啡館 明星咖啡店 他的好朋友 明星三缺一 還有明星花露水 明星系列 是 好吃嗎 你們知道好吃嗎 好吃 其實魚味還蠻重的 但是不會腥 魚洞還蠻特別的 而且還有那個洞的部分 所以你會覺得口感是很濕潤的 不會覺得很乾 然後再沾上那個芥末 其實鮮甜甜的感覺很棒 很清爽 那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 因為它的魚 我覺得很像那個 香港的鹹魚炒飯 的那個味道 會比較重一點 但我很喜歡這個鹹魚的味道 但是這個啤酒 我 我沒辦法接受耶 為什麼 因為那個 很挑食耶 其實搞半天是你的問題吧 如果 如果分開吃我可以 那你把它分開吃啊 沒有 可是它這重點是 我剛剛就是想做 雅伯仁可以放畢薩上 好不好 沒有 沒有 斯蒂 我要跟你介紹一下 因為它的重點是 為什麼它的 啤酒跟魚是一起的 因為它是用這個 魚一直煮 煮很久 然後它有那個玉湯 然後它把這個 魚湯放冰箱冰 然後這個湯就變啤酒 這個是不是 你們也是會用牛 還是豬去做一樣的東西 雞 雞 雞 長相完全不一樣 因為當然 他們每次做的時候 沒有這些 橘色跟黃色跟白色的 那個好像是什麼 甜椒 紅椒彩椒 對啊 他們給我的是好像就是 這樣子一大盤 然後就是好厚的一個雞 然後都是用那個 豬的肌肉去做 對 是豬或者雞 對 口味很不一樣 這個好酸耶 因為吃不同東西 因為吃不同東西 英國還是哪裡 就有一個叫仰望星空派 它一個派就是像這樣 魚洞 但每一個都是完整的一隻魚 直接瞪著你 好可怕喔 很特別的異國食物 應該是英國的吧 應該是英國的 應該是英國的 仰望星空派 是 日本也有日本的那個 比較高級的法式料理店 那個開胃菜的時候 很多用這個 可是口感不太一樣 對 口感不一樣耶 對 而且放的東西不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 放蔬菜跟魚的這個活動 哇 真的很 剛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 很有創意 好吃的 我最近在台灣找到的一個 Tony's Smokehouse BBQ 你覺得這個BBQ sauce 是很正宗的是不是 我覺得不是醬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它的肉 因為像我們美國南方人 我們超愛吃拉肉 不管是拉豬肉或是拉牛肉 拉鹿肉 我們都很喜歡這個東西 好吃耶 然後像我們每個禮拜天 都有一家就是有開這種BBQ嘛 然後它差不多下午三四點都賣光了 一個鳥不拉斯的地方還可以賣光了 然後就是因為它的味道是 它就烤到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那個肉會這樣撕開 對 所以它旁邊也會附一些麵包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麵包打開 然後你可以用一個自己的小漢堡啊 然後把那個BBQ醬也放進去 或是可以春吃 然後我這一塊好像有一點點 但是它外面那個皮 不是長得好像有點烤焦了對不對 對啊 但就是因為它烤的那個方式 就是會保留它那個肉汁跟它的甜度 在那個烤焦的裡面 所以它不會苦也不會很硬 好吃耶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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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你講它的價錢也是跟 它大小跟價錢 是跟美國的一模一樣 那應該很大喔 份量 對 像比如說 我們剛剛吃這個是牛胸肉的BBQ 然後它差不多500到600塊台幣 那是台灣 是美國人開的嗎 是台灣人 但是他們是真的是用 美國到地南房人的BBQ 然後像我之前 我之前也講過一個 一個拉豬肉的三明治 拉豬肉 對 三明治差不多那麼大 但是一樣差不多200塊 但是我前幾天吃這個拉豬肉 你看多大 一樣的價錢 這在哪裡啊 也是它同一家啊 對 同一家 這要多少錢啊 分量超級大 真的你吃得不好 這個是差不多250台幣 如果你抱賈斯丁的名字去 會變500喔 太貴了 你看他閒過一輪 他很生氣 真的超餃子 沒有 黃大刀你吃的 你覺得什麼 不敢 不敢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很嫩 而且因為吃這種肉 最怕是它冷掉之後 會變乾變柴 對 它不會 可是我覺得它即便是 稍微有點冷掉 因為放在棚內的關係 它還是很嫩 每一個肉絲都可以這樣子 很順暢的在嘴巴裡面咬開來 對 很棒 那烤法很好吃 對 而且如果那個牛肉 尤其是那個台灣很多人 就喜歡吃那個什麼肋骨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永遠都不知道要 烤到最好是什麼方式 對 然後永遠都會變成很乾 所以那種像這一種肉又更 我覺得更有技巧把它烤好的話 它就是本身其實不需要太多的那個料 醬料 對 而且這個是你剛剛講的 要怎麼煮啊 就是像那個肋骨 一定要從那個骨頭掉下來 對 才是好吃 對 然後這個東西我跟你講 根本不需要刀子 你用那個叉子這樣搓它 對 它就一層一層 對 能夠想像這個 如果放在那個 金醬肉絲的那個外面那個麵包 喔 一定很好吃 那個一定超好喝 那要配豆漿 可以啊 然後這個是 比如說有一個家族聚會 一年一次 必吃的 必準備的 一定要吃 對 很好吃 然後口味也是比較重 然後有一點鹹 你可這個 這個還蠻配 啤酒 你這個一定要喝啤酒 這個還蠻配的吧 但這個旁邊泡芙應該是你帶來的吧 oh yes oh yeah 我有時候真的 我像我法國 我會吃 我會去一家 大概有兩家 是叫1789 那是店店的店 是法國人開的 是店名還是在罵人 對 店名 然後 它做特別做的是 我們法國的三店保護 是這樣的東西 它還有巧克力的一些巧克力 這最有名是這個 這個很像一種糖有沒有 這個非常好吃 這是我第一次吃過 那法國甜點不會那麼甜 這個是巧克力的 是最有名 在法國最有名是巧克力 跟咖啡的口味 但是在那邊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還有用台灣的水果香 有芒果 或是荔枝 也會有時候也會用得到 看什麼時間 好好吃喔 那這個你配咖啡 是非常好吃 是像法國一模一樣 上面那一層是很甜的 但是你咬進去 你覺得哇 裡面有一大塊 但是其實不會太甜 所以它反而綜合了 那個所有的味道這樣 超好吃 好好吃喔 好吃耶 我覺得好吃 其實各地的口味都不一樣 當然好吃 要多多的推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一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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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大塊 但是其實不會太甜 所以它反而綜合那個所有的味道 你們也不得不承認吧 就是有時候 這外國來的東西 經過台灣口味改良之後 其實是改良比原本的好吧 有啊 我覺得義大利麵 是不是 真的 所以吳子龍要是在這裡聽的話 會中風 很好 台信走了 台信走了嗎 對 我不像上海島吳子龍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在台灣就是巧克力 那個什麼義大利麵真的變 而且變化很大 因為我知道的是 因為我以前也去過義大利 然後我又發現義大利 除了橄欖油 情操義大利麵之外 其他都是用那個煮的之後 把那個薑汁淋在上面 可是台灣有很不一樣的做法 它是用炒的 而且這樣子我就發現 我一開始我真的很怕 我覺得不敢吃 可是後來我朋友推薦給我吃 我點了 我真的愛上 我現在都是點這樣子的義大利麵吃 因為這樣子它變更Q 然後它的味道更豐富 我覺得真的超酷的 我覺得義大利人可以 義大利人可以學一下這一點 我覺得台灣把義大利麵真的發揮到 發揚光大 對 包括把義大利麵變成早餐啊 我覺得也是台灣人可以做得到的 鐵板麵 鐵板麵 對啊 我吃過一個是柯把的店 裡面它有一個招牌的是 豆腐乳加酸菜 對 的義大利麵 好好吃喔 哇 我不敢吃豆腐乳的人耶 我發現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只能用中文來點義大利餐 怎樣說 因為我完全看不懂英文版的 喔 我也看不懂 對 我也看不懂 沒有 它就是用義大利文的字 所以如果我現在在國外點這義大利東西 我必須有中文菜單耶 真的 我也是 我在台灣太習慣了 真的喔 對 那你還要耽誤我們錄影多久 差不多了 可以繼續 謝謝 我最近去老河夜市的時候 嚇到一個店名叫做 賣這個 玉子燒 剪錯字了吧 對 是這個字嗎 這個漢字的話 只有看這個漢字來說的話 這個是在日本 算是女生的一個名字 可是應該是用那個發音的 應該是玉子燒那個雞蛋的 玉子燒賣玉子燒的地方 你看那個照片 如果是日本的一般玉子燒的話 這樣子醬油就吃嘛 可是台灣改良幫的那個 都放那個明太子 或是鳳梨蝦球也有放 都可以選擇下面的配料 感覺不錯耶 對 就是 好特別 好特別啊 真心的覺得嗎 你有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這個 對 像 但是我有一個東西是很特別 什麼東西 我覺得來台灣之後變得很好吃 就是一個生魚片 因為就是有去那種 不是高檔的 是平價的 有些賣生魚片的 不是很大一塊嗎 那個對我來說 已經不是生魚片了 對 真的 那個是生魚塊 一塊一塊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朋友帶我去說 這家生魚片很便宜又很好吃 我說也太好了 這生魚片開心開心 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有一點被傻 有一點傻眼 就嚇到 就覺得這個也叫做生魚片 然後我就吃了之後 就覺得太好吃了 超級過癮 對 因為就是一塊一塊就吃下去 就覺得太好吃了 然後我後來就拍照 撥在推特 因為日本是流行那個推特 然後撥上去之後 我的很多日本朋友都上面講說 這個根本不是生魚片 這個到底是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那口感很紮實 對 所以OK 他等於就是把日本切成兩片 合在一起吃 對 就是懶得切而已 他真的不開心來台灣吃看看 還有台灣 你們有一個是 你們說法式薄餅 我第一次是在台灣的夜市吃的 然後跟我們法國的薄餅 真的很不一樣 但是因為你們比較 台灣的法式薄餅是日本日式的 因為比較大也是比較硬 所以很奇怪吧 但是因為我覺得本來 你又想聊什麼 我沒有說什麼 我就是這樣而已 OK 然後就是第一次我老婆給我吃 本來我覺得大概會很奇怪 但是很不錯 因為法國在做的 就有點點的 可以吃 像是鍋醬 還是蛋 還是什麼巧克力的 但是你們台灣 因為是片 是這樣 很大 所以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所以有很多不動的口味 所以真的很不錯 還有放鮪魚跟玉米啊 對啊 甜的 鹹的都有 火腿跟 就是把披薩的料撈上來 再放在可麗餅 還可以備多醬 也有 可以備多醬對不對 對 可以 很不錯 那是日式來的啦 那種日式的可麗餅 就是做的像這樣子啊 對 所以又是日本人害到你們 沒有 可是台灣的是比較那個 你是用可麗餅嗎 對 是變成硬的吧 硬硬的 台灣是對 日本的也是啊 日本的是軟的 對 軟的 可麗餅是軟的 可是也有鹹的 也有鹹的 對 那我只能說台灣人硬起來 對 但是我要講一個是 我覺得非常特別 是牛排 因為在牛排 我在美國長大嘛 然後我們就是 習慣一個火烤的牛排 只有那個樣子喔 沒有其他的樣子 可能其他的醬啊什麼的 但是我後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你們的牛排 多種 又很便宜 像如果我在美國 我沒辦法每天吃牛排 特別是大學生的時候 你在台灣 讀大學 你可以每天吃牛排 像我之前住士林夜市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文靈路那邊有一個 一個7 然後有一個網咖 明川大學的人你知道啦 然後那邊旁邊 你現在在威脅明川大學 沒有沒有 我也是明川的 那很久以前 可是他們跟你好像 都沒有什麼互動 好像是耶 因為現在那家店也沒有 又不認識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有那個金雞牛排 然後一百塊 而且不只是牛排喔 它是牛排再加上 很多不同的醬料 然後還有麵 鐵板麵 鐵板麵 還有蛋 還有青菜 還有湯啊 還有麵包 對 那個烤麵包耶 紅茶 我每天吃耶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 我最近也知道一家牛排店 然後那個麵我完全不加醬 我就加一點點鹽巴 哇 香到不行耶 這種土牛排真的都很好吃 但是其實大部分真的很多 都要小心 很多是組合肉 是什麼 組合肉 就是它是 它不是真的牛排啊 就是把你的肉跟你 不是快肉 組合在一起這樣 它是桌 蛤 你怎麼這樣罵人啊 沒有 沒有 好啦 那還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問題我也想要趁機問賈斯汀 就是說為什麼美國的麵包都這麼硬 因為它跟美國的頭腦一樣很硬 因為我那時候去紐約 因為我那時候去紐約 麵包麵包麵 麵包麵包麵 這樣感覺 我那時候去紐約吃麵包 去吃那種麵包的連鎖店 我也想說台灣都吃了什麼NY麵包很棒 結果去吃美國的麵包一咬下去喔 馬上上餓流血 你牙齒也太脆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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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定期去洗牙 你是太高了 它的皮很硬很乾 然後裡面也很乾 最初血是牙周病的前兆 檳榔小吃嘛 旁邊穿個醫生袍這樣子 沒有 這真的很硬 因為我在台灣吃到的麵包 它外皮可能稍微硬一點 但它裡面是酥軟的 尤其是台灣其實有很多店家 都把那個麵包改良的 很符合台灣人那種牙口可能比較 不那麼好 這樣可以很容易入口進去 而且更容易去吃那個果醬跟奶油 我覺得美國的都稍微硬了一點 他們都吃冷的 對 沒有 我覺得你的問題是 那個可能已經過期了 是過期了 對 那可能是放太久 因為它的皮真的太乾了 你現在用過期來糖塞就對了 沒有 我認真啦 因為我們很少人在吃那麼硬的東西啊 除非你真的有去跟他們講說 這個要烤一下 而且我因為上次我們上去 有一次有朋友就說 他家的樓下有一家真的超有名的貝果店 然後他每次都去買一盒讓他們當早餐 然後真的都要烤過 不烤那個真的會打人會痛 因為在國外貝果它就只是一層那個什麼 起司嘛 就是那種 Cream cheese 不會加其他的東西 所以言格上算起來 台灣的貝果是真的比較屬於台灣 台灣的還有加什麼 那個鮭魚啊 對啊 然後 又有玉米啊 美乃滋 又是把披薩的東西又撈起來 又放在貝果上面 對啊 多演話 你們南方人有吃貝果嗎 沒有 我們比較常吃Biscuit 那個又更硬啊 美式級都不一樣 沒有 Biscuit很軟 那Biscuit裡面會再加這個玉米啊 鮪魚啊 還有肉醬啊 還有肉醬啊 加一點肉蔥好吃喔 OK 玻璃 好 其實我覺得台灣 他可能會殺死我 因為我覺得 我在美國住了一陣子 還蠻久的時間 那我超級喜歡漢堡 那我覺得台北人 真的把漢堡變成 next level 他真的超級好 賈斯汀要中風了 賈斯汀要中風了 真的 我去過一個一家店 是不是覺得脖子很硬 中風了 中風了 還是 真的 我去過一家 他叫Bravo Burger 在京美公館的邊 Oh my god 台灣人真的超級有創意 我看過那一家耶 在哪裡啊 他在景美或者公館都有 連鎖店 公館 然後他們有麻婆豆腐漢堡 他們有咖哩漢堡 他們有 就花生醬漢堡 其實在美國 在歐洲完全看不到 花生醬 花生醬美國有吧 我沒看過 沒有嗎 我之前被一個粉絲罵 他說的是美國創造的 真的假的 但是好像是被創造之後到台灣 比較流行啦 好 那就不要講花生醬就好 你應該試一下他的新口味 對 肉鬆玉米漢堡 還好 沒有 可是我覺得真的台灣人 真的做得很棒 那個麻婆豆腐的那個漢堡 真的 麻婆豆腐漢堡我想吃耶 對 我跟你講 除了牛肉之外 還叫三明治 他只是用漢堡的那個麵包 如果是用牛肉 那才叫做漢堡 他就是用漢堡的麵包啊 可是Justicekin就是怎麼辦 那個模式漢堡 它是用那個米做的 米漢堡 那他們錯啊 他們錯 你Google 你現在Google一下 Google什麼 你Google什麼是漢堡堡 什麼是漢堡堡 我沒有想 沒有chicken burger 是 沒有這個 有chicken sandwich 然後呢 那台灣有chicken burger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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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治 三個字 三明治 是絞肉跟真的一開始 原生肉那個差別對不對 你說漢堡跟三明治的差別 就是漢堡是用絞肉 沒關係 我們盡量不要再跟他互動下去 整個節目流程才會說 對 不會結束 我真的還是要跟Justice互動 因為根本不用聽 就是這些特殊的很寶店 我們來把美國最有名的連鎖 就是麥當勞 台灣的麥當勞比美國好吃的 真的 我跟你講不開玩笑 麥當勞的 最有名的那個是什麼 達麥克對不對 Big Mac 跟台灣本來是不一樣 那裡不一樣 我們是那個美國 那個他們的寶 本來是比較扁扁的 而且比較乾 而且你連那個 美國的達麥克的時候 你常常把那個達麥克 正式反出來 你看到你下面的麵包 如果跟那個盒子 貼在一起 就已經放了太久了 台灣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有好多口味就是 美國的麥當勞沒有 豬排包 玉米龍湯 你看是不是又是玉米 你看 這個很好吃 是不是 我跟妳講Ruby 這個在麥當勞是加分的 而我覺得就是真的 就是改身 是真的麥當勞的 可是我真心覺得 就同一家連鎖店 我吃過最好吃 很juicy的那個麥克雞塊 在日本 真的很好吃 你是不是 不是日本人 真的 好好吃喔 而且你們亞洲麥當勞的服務 也比較好 是吧 對 有時候你在美國點 它不一定有肉在裡面 對 它會忘記耶 真的 它會忘記 是 我沒有亂講 我是認真的 它會忘記 是 哈囉,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再見